真正是拚命啦 在网球场上 基隆市议会议长佟子伟和市议员陈怡混双搭档 尽全力发球接球拦截以及回击 一路和来自全国各县市议会的网球好手们过招 关关难过关关过 在一旁高声呐喊加油的基隆市议员啦啦队也功不可没 这是在台北市举行的113年 全国地方议会议长辈阮式网球锦标赛中 基隆市议会代表队由议长同梓伟和市议员陈怡一起混双搭档 一路立刻来自其他县市议会的网球好手 最后遇上强敌可惜败给新竹市议会代表队荣获亚军 全国议长辈很开心有这个机会可以来到台北市的网球中心来运动 也顺便观摩一下台北市的网球的这个中心的这个规模跟建设的质量 那我想可以带回去给基隆参考 那当然这是首都所以这个资源特别的丰富 但我们也希望说我们也能拥有一座这个室内的网球或渔球的训练空间 我想着我们基隆市政府未来我们基隆市议会要监督督促推动的地方 好那今天很开心 那当然我又害陈寅输求了我们只有这个议长的这个双打 我们这个亚军 那希望去年是季军 今年是亚军 希望明年有机会 这个新竹不要来比赛他们太强了 今天还是很开心的来参加全国性的议长杯比赛 那议长呢真的是亲力亲为 不管是训练还是今天的赛程 他都是很努力的去救每一颗球 很努力的去拼近 就是每一分然后每一颗球 那其实呢我们的对手有一些他们小时候有打过软式网球有接触过 当然是基本功会比我们来的好 但是我觉得只要议长能亲力亲为其实就蛮感动的 然后也感谢议长的参赛跟所有球员代表基隆市议会的球员来参赛 虽然只拿到亚军 但是已经比去年的成绩更好更进一步 而且平常议员们都忙于各项选民服务和市政监督 但是因为代表基隆市议会以及基隆市的荣誉 因此议员们还是尽力抽出时间练习 甚至市议员于三发在上场比赛前的练习不小心受伤了 还是坚持要上场比赛站到最后一刻 先藏地了然后也很少打起来 然后练习当中就可能是新鞋子还没有适应 就在练习当中就跌倒破了一点比 但你现在怎么办要继续上场还是怎样 继续上场继续上场 不用上来 加油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